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来电科技 去年带大家体验了ROG的八爪一七路由器 算是常见了一下WiFi7技术 但那款产品更多是面向电竞爱好者准备的 那么今天华硕在和京东的联合发布会中 发布了一款新的WiFi7旗舰路由器RT-B188U 那么这次也是有幸拿到这台机器 接下来就一起看看它有什么惊喜吧 首先外观上 华硕RT-B188UWiFi7路由器采用黑金配色 机身相对轻薄 搭配可拆卸四天线设计 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典雅的 来到背面可以看到非常丰富且豪华的接口配置 感觉就像是宇宙非常的推进器一样 这些接口就非常方便你去拓展主机电视NAS这些设备 核心配置方面 华硕RT-B188UWiFi7路由器 搭载了四核2.6GHz 64位旗舰级处理器和2GDDR4运行内存 算力非常强劲 为了压住这块U 华硕这次在散热上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铝制散热片 纳米碳涂层 散热鳍片 导热硅胶垫都安排上了 全天使用也不用担心过热的问题 这次由于华硕的RT-B188U 采用了新的4096QAM技术 双屏并发 宣称可以达到7200Mbps每秒 比上代的WiFi6产品是要提升了20% 至于实际表现如何 稍后给大家实测一下试试 这里咱们使用的是Mate60进行网络测试 那么在无遮挡的情况下 千兆网实测下载速度 可以达到850.7Mbps每秒 上传速度则可以达到31.8Mbps 这个速度算是比较合理的 可惜咱们没有万兆网 官方宣称7200Mbps的速度 对咱们来说还是有点难以企及了 那么如果说未来你有4K或者8K 在线观看视频的需求 那么这个速度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如果说是隔墙测试 网速衰减会有多少呢 这里我们也是测试了一下 下载和上传速度分别为 321.6Mbps和31.4Mbps 那看来物理的墙面信号阻挡还是很难打破的 那如果说你的家比较大 墙面比较多 也是可以考虑Mass组网 还说的AMS随行组流是很方便 他们家在售的路由器产品 都可以按需组建全无WiFi 那除了提供更快速更全面的网络覆盖效果 对于智能家居产品的使用 也能提供更好的帮助 说到智能家居 现在不少朋友家里都会装指纹锁 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之类的 那么有了摄像头就难免涉及到隐私 之前也有新闻报道过一些智能家居存在隐私漏洞 那么华硕的解决方案就是AI Protection网络神盾 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手机管家 这个功能隐藏在手机的APP设置中 它能够实时监控网络 在恶意软件和病毒入侵前进行检测排查 这段时间日常使用 我发现华硕路由器的APP功能还是挺全面的 AI QoS智能加速 能够根据各个使用场景 优先级去自由调度网络 设置游戏优先就不怕关键时刻网卡的情况了 手机游戏和视频APP可以说是如今不少青少年的娱乐方式 但是与其讨价玩价到点售手机 设置个定时的WiFi或许是更直接的方法 通过创建独立的反控网络 能够更好地控制孩子的上网时长和网络安全 如果你正好在借网瘾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总的来说 华硕RT B188U Wi-Fi系路由器 是一款可以满足家庭 办公 游戏等多商品的旗舰路由器 接口丰富 配置豪华 APP使用体验也较为简易 功能比较全面 OK 那只有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